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设计的风格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有意思 就是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是一下这个衣服挺好玩的 我想去仔细看一下它 这个到底怎么做出来了 或者穿上去什么样的感觉 或者是想穿上去试一下 做出这种风格的衣服 跳歌也是 就是你看我在第一次参加比赛 我跳的曲风就那种偏 偏那种民族的那种 偏戏腔的东西 就肯定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也不是很喜欢反唱 就是 这是我个人嗓音条件的一个特点 就我变声的那个时间 突然一下对那个古典乐 就非常感兴趣 包括一些宗教音乐 然后里面就会有唱识班的人 他们唱的那种声音 然后我就特地去练 练着练着 结果李玉刚开始活起来 李玉刚开始活起来 然后我就说 那我试一下 用这种发声方法 唱上李玉刚的歌吧 风起起 秋白宝卫 冬火微绘 柔中 你眼眉 假如你属于地雷 假如老去我能陪 眼眸里成灰 也许多完美 今天如果要参加 就肯定要换换据风了 这个据风真的太不讨好 其实我正常的启风 就是那个普通风格 然后我就是为了参加比赛 所以再挑战一下 那个启风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 背上所有的梦雨香 鸽色的脸上 鸽色的妆 就是我在留学之前 是完全不会做饭的 然后我开始在瑞士留学 因为瑞士留学 我是酒馆的 它会接触一些餐饮方面的东西 就从那时候开始做饭 然后慢慢地就开始研究那些菜 然后就是现在做饭特别好吃 我们感恩节过年这些饭都我做 我属于半个小留学生出发 就是高中就被送出国 其实高中不是被送出国 是我主动要求送出国 然后出国就开始 完完全就靠自己一个人 以前在国内上学的时候 有家里人 靠着家里人 就是有什么事情 也不会太担心 但是现在一出国之后 一切事情都完全要靠自己 所以是独立性 而且遇到事情之后 会比以前沉稳很多了 就是平时是嬉皮笑脸的 但是脑子也是肯定会过事的 然后以前可能遇到事情 都会很慌张 高中的时候遇见过一些事情 就会把自己搞得很无助 就感觉很没办法 然后现在的话就会沉着很多 就是想事情想得更深入 祝2018美国大学生歌唱比赛 圆满成功 我是廖当辉 我在这里等你们 阳尔晨来 doctors 经营成功 我夜白得快热 你我osa学术 我家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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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年 我家庭林 你年轻的 你年轻的 我家庭林 我家庭林 感谢观看